大仁科技大学观光事业系 办理来一乡107年游城规划式考照训练班课程 激发原乡族人对观光产业的关注提升经济繁荣 大仁科技大学观光事业系 从107年10月1号开始 到107年11月28号 为期24天办理培训课程 其主要目的是培育来一乡族人 游城规划实作能力与技巧 107年11月28号在来一乡公所 办理隆重的结业室 由主办单位来一乡长斗望毅亲自主持 承办单位大仁科技大学 副校长郭戴皇也亲自前来致辞 由于这次活动受到客气关心及重视 因此参与了有原民会的长官 屏东县政府原民处长官 业绩武福里形式副理吴宏轩 以及来一乡推动观光产业的业者丽林指导 并邀请长官贵宾们颁发学员 接训证书 认证合格证书 全勤奖 作业优良奖 学习优良奖 以及服务优良奖等奖项 进而期许所有学员们今后回到原乡部落 能积极推展旅游产业生态观光 让原乡各部落拥有高度多样性的自然生态 人文艺术景观 多元文化及丰富无产等 优势条件能行销到世界各国 以力提升原乡的观光能见度及经济繁荣 游城规划师考照训练班课程 是原住民族委员会107年度原住民职业训练的补助项目之一 这次课程推出后受到族人热烈的回响 因此报名人数多达30位 显示原乡族人对原乡在地观光产业专业性的觉醒及需求 经过168个小时的游城规划师 专业知识及技术 游城规划模拟体验 实地来一项部落资源盘点 及实地来一项部落彩线等课程 到今天节训人数最大只有15位 也因此可见的这项考照训练的专业性 坚持度是有相当程度的定值 大人科技大学副校长郭戴黄志词时表示 游城规划师考照训练班是全台首次 针对原乡旅游观光产业为对象的考照训练 也是第一个针对原乡客制化的 游城规划师办理认证考试 因为各位呢 真的是我刚刚有听说 乡长还有我们主任 在聊到各位的这一段时间的心酸血泪 听说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 这个课呢 这个里面还要包括去熟悉电脑 还要Google 还要在这里面抓 这个游城哪里到哪里 这个不简单耶 这样子真正的不简单 所以呢各位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学到一些我们的技术跟技巧 为了是什么 为了我们未来不只要在这个地方 在下服务 而且要为我们拿一箱打拼鼓励 这次顺利通过来与游城规划师认证 恭喜坚持到结业的学员们 让客制化得来一箱部落资源盘点 游城规划与旅游估价的专业能力 提升部落的在地深度旅游 文化观光及生态体验专业化的形象 参加这次考照训练班的学员表示 很感谢圆明会补助考照训练班的经费 更感谢主办来相公手机承办大人科技大学 课程精心规划与优质师之的安排 让自己能学习到专业性的游城规划师技能 使自己有了相当程度的信心与愿景 来亲自推动部落观光产业 我们的课程虽然结束了 但是是一个游城规划的开始 那我们规划师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社区资源 去整合变成共有共享共存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来一项的一个生态理由 那这种生态理由把它串联起来 我们就可以提高给游客 食衣住行娱乐跟购物的一种旅游方式 那我还说的是 其实屏东圆明乡有非常多 有北台湾 有高山的一个活动行程 中台湾有一个平原活动行程 像我们南台湾的话 因为接近海洋 所以会有一些海洋的活动 当这些游城如果全部都串联起来以后 就可以有平北平中平南的一个活动 大家可以一起串联起来 提供圆明乡内的部落服务 以上是我这边的报告 谢谢 上这个课还是感谢 也不小心拿到全行奖 因为你们觉得 那个戴老师 副校长真的你们好用心 感谢大人客气大乡 这里是梦江 上面我有写 酸命珠 是吗 不是啊 我最爱的王賴我是这里 那边有用飞机看我的屋口 这个是冷清少年松青才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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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其实我来到这边 很多平地的朋友啊 我的朋友都会觉得很特别 他说你怎么会想到山上 你怎么会想到圆巷去 那边有什么 你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可不可以带我去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课程 那已经整合了所有的资源 那我的朋友想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介绍他们到哪里去 甚至为他们设计一连串的游城 那让他们就可以感受到旅行的美好 那在都市的那些喧嚣啊之后 可以来到我们山林 就是神殿一下心灵这样 我会带他们 从这个南河 因为万江真的要让人家带一提的话 我将没办法带 我会先带他们去那个 满路馆体验 体验那个 去去里面观赏 然后体验 然后请那个导人一部介绍 更详细的那个介绍 然后带他们去那个 去南河满路馆 那个曾华德先生 那个 前立委曾华德先生那边 去参观 然后从计厂那边 然后中午就在连专用餐 用餐碗 用餐碗 我会带他们到那个 泛美花工作室那边 去那边去参观 那个原住民的那个服事 然后在那边做DIY 然后结束行程 谢谢 然后我们传统婚礼的部分 会让人家觉得特别是我们的服事 我们的服事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 我们的花群是 我们的裙子是客家滑谱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服事主要是银红色为主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很新鲜 然后成本婚礼 我们会刚开始先让大家 当然是要介绍 介绍我们部落的那个 讲解一下简介 然后再做一些 就是导理 还有那个 婚礼的进行船 内容就开始了 然后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如果要做两句友的话 我们都会 我们会配合一些节契 例如像是 我们每年四月会有葡丹花 延葡丹花 然后我们配合那个活动的时候 会有一些 就是在我们部落的永久屋那边 会有一些传统的竞技活动 然后因为现在也盛行就是 那个高师省生很多人去那边拍照 就是白色的鸟居这样 然后 其实那个鸟居也是有很多故事 然后我们也会藉由那个活动去 讲解一下它的由来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 导物堆那边可以圆跳 就是八摇湾 然后也有牵扯到八摇湾事件的故事 然后也会结合就是 还是最主要 我们做那个 做这些游城 还是需要牡丹 就是牡丹香的那个 向工作来合作 对 他们其实推动我们很 很努力推动我们 就是他们是我们很重要的 背后的支持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的 两日有的话也是会配合 工作的那天去 搭配就是牡丹香的一些活动这样 我主要的行程是两天一夜 然后旅途呢 就可能就六到九的 针对的对象就是青少女 可能就是学青 或者是一些想要去看一下 我们来一下 到底有什么样的景点 还有文化这样 还有展验 所以我的集合地点 我是设定在灵后寺灵 就是平地森林的一个地方 是有官发来去接待 然后就从寺灵 就从灵后寺灵那边接待的时间 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一个 其实是一个景点 所以在灵后的时间 我们其实可以稍微观望一下 看一下那个地方 然后第一个路线就是 古楼的赤球场 入口意象的公园 因为古楼的入口意象 它已经很象征了 我们的一个 台湾族的一个祭典的文化 它是设立一个马里洛 就是十字球场的一个 很完整的一些仪式的公园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一个地方 可能就是做一些解说 然后让这些青年们 多认识我们的台湾族 尤其是我们来一乡 古楼 他目前是已经是 我登基 对 谢谢 然后 之后 我们可能就在那一个地方 可能会待个半个小时 下午的行程 我们可能就会往 往那个 中丹里喜乐巴巴公园那边 因为喜乐巴巴那边 就往那个喜乐巴巴那个地方 然后再到二峰寺 二峰寺那边也是 日具时代制作的一个水寺 所以在那边 可能都是用徒步的方式 就可能就一直在那边 下午 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就回去 我们住宿的地方 我这一次设定的住宿 民宿的地方 就可能是在我们旺家部落的一个 闲置中心 这个闲置中心 这个闲置中心 其实是土石流防灾中心的一个招待所 我的第一站是在来历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历 因为八百水災后 目前重创 现在还在修建中 那现在所遗留的就是街道 街道立敌 传统银腾 有石板窟 百度蛇 桃虎等 现在所留的就是这些 就是所看到的就是这些了 那我的第二站 就在异林神音瀑布 那我们去那边的时候 我就会带一些客人说 那个去听那个瀑布的声音 然后那个 还可以吸收奋斗筋 吸收我们那里的奋斗筋 然后可以抒腰我们的心情 好了 就是我的意思 那就是喜乐八八公园 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 那里面特色也是石板屋 竹林屋 还有米餐 重点呢 才是我们文化传统 婚礼剧集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 刚刚好就是最好的地方 因为他们的部落的地方很小 都是聚集在那地方 那完了以后呢 我就去玉珠风味餐 那里面的卫生也不错 那我们就是一周三千五 三千五 三千五 差不多四五个人为一周 十个 八到十啦 就一周三千五 那是我们的烘味餐 那吃饭的时间我们在一个小时半 一个小时半后 那我们就起步到我们的来意香产销馆 最后一站 那最后一站 那最后一站 我们里面的那个产生馆里面有农产品工艺 还有我们咖啡等 还有里面还有一个DIY的 可以在那边做DIY的作品 近三近美的东西都在那边 也可以 可以买东西 可以在那边买 我们想要的东西也可以预购 那我的行程就到这里 谢谢 有程规划师考朝训练课程班结业时 在豆乡长 郭副校长及长官们 颁发各项奖项的欢乐气氛下圆满结束 也齐勉学员们毁原乡部落 发挥所学带动原乡部落观光热潮与产业发展 让原乡成为台湾的观光亮点胜地 我们的师资 还有各位的要求 一起堂课一下 抱歉他们就是奥兽 我们就是要为原乡种下官方的种子 将来我们原乡做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人不用移乡背景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生活 我们可以带动我们各式各样的产业 你比较有的官方只有带着人走 他们需要来消停的 那就可以让我们的产业 能够持续的发展 好 祝福各位 能够结合这样大人科大这样一个机会 让更多年轻人学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来一乡前面的这几个 比如说人工火也好 土地生命文气也好 我才觉得来一乡能够看一下做一个是什么 后华有一个计划 所以一开始我跟学院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非常地激动 看到我们 其他都看到我们 远助的一个延下的一个希望 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我们屏东的大人科大 专业的老师 非常地认真的来教导 使得我们这个课程非常地顺利 我更希望这次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课程的学习 非常感谢 我希望我们这些学员 能够发挥他们的专业 让我们来一下子观光能够 广播的发展 祝福大家 谢谢 真的还是要展现老师这样 就能够把学员这样的 来一下 整个游戟名啊 联山的这个 你跟他说你是最大的主力 因为你上了三字 他们的东西都是从你这边学习的 很棒 有了你 我们才会有这么丰盛的成果 真的谢谢 大家有机会 好 屏东来一整个章报道